2014火烧岛全国马拉松赛 比赛分为全程马拉松组42.195公里 半程马拉松组21公里及健康组5公里 共计2320位选手报名参赛 这次的路跑结合了我们公益团体 一起来承办这个活动 也感谢我们承办单位马兰企业社 还有我们绿岛的商家一起来主办这个活动 我们每跑一公里承办单位就兼住一块钱 那我们绿岛的商家也设计了绿岛的特色的衣服来义卖 那把义卖的所得来兼证给我们绿岛的三所学校 单位学校的基金来回馈我们当地的学校以及协职 9月28号清晨 由绿岛商长李树岔 官吕处副处长王国正等人民枪后 从绿岛人权进入公园出发 现场有很多大人带着小孩一起参跑健康主 金子一同冲终点线画面十分温馨 跑出健康 跑健康主的就是要跑出健康 非常的棒 好不容易 也跑完了这边的风景也很漂亮 满赞的 字幕志愿者 李卓岛 Zither Harp 就读台中体中的肖俊逸 为纪念七月份过世的教练潘明璋 他身上挂着自己与教练的号码牌参赛 且获得半码组第一名 就有没有要跟教练一起来 想到教练就这样过世 我就跟导师们讲说 我帮教练完成这项麻烦 许多选手从清晨跑到中午 跑了六个多小时 意志非常坚定 就是要完成比赛 问题真的是很累 可是也蛮 可以锻炼自己的毅力 然后谢谢绿岛 可以举办这么棒的比赛 谢谢大家 谢谢主办单位 完全只靠意志力 因为我之前脚上 已经两个月没跑了 可是这个比赛已经两个月都前就已经罢了 所以我还是希望挑战一下 结果终于还是战胜了自己 跑到一半的时候 我觉得我可能不能完赛了 对 可是真的遇到有人很好心地帮助我 然后跟我一起跑 然后我觉得我现在能够完赛我真的都是 我真的很谢谢他 帮我完成了一个不可能的任务 对这是我第一次的马拉松比赛 第一次的马拉松比赛 谢谢 哇 真的是 完赛了 完赛了 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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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赛了 耶 啊 啊 经过18号上午艰辛的比赛 半马组男子成绩 肖俊逸以1小时22分37秒 获得第一名 第二名 许人恋 1小时24分58秒 第三名 尤明伟 1小时26分27秒 半马组女子成绩 第一名 施林 1小时45分24秒 第二名 陈伟林 1小时48分11秒 第三名 藤继真 1小时49分42秒 全马组男子成绩 第一名 张赫怀 2小时58分18秒 第二名 张音妇 3小时2分31秒 第三名 徐军雨 3小时12分56秒 全马组女子成绩 第一名 苏森斯威尔 3小时34分57秒 第二名 戴绣鱼 3小时45分14秒 第三名 陈向怡 4小时3分22秒 台中所在综合报导